剪的时候 你的手的技巧是这样推上去 借口的话你可以try一下用这个剪的部分 哈喽大家好我是V 今天我想要分享我是怎样在家里自己剪头发的 因为这个疫情呢我学会了怎样在家里自己剪头发 可是我的剪头发的技术就不可以跟理髮师或者那些专业的谜啦 因为我只是在家里自己剪头发就比较干净一点 更比较舒适一点 第一个的话我会准备这个剃头发的机器 一把剪刀跟一把牙剪 现在让我们来开始 先装上最大号的因为容错率比较高 假如有什么事情来给修 把全部头发推上来 就可以开始剪了 然后剪的时候 你的手的技巧是这样推上去 就会像这样推 这样子 讲到后面的话就跟着吧 左边的话我们换左手一样 这样推 在后面的部分也是一样推上去 这是个人的喜好啦 我自己假如是剪后面的话 我比较喜欢这样子哦 这样的话你别压下吧 我们就剪上去 现在换三号 假如剪囊点的话 我们尽量就是 用四号三号二号这样去慢慢剪它 因为它会剪出比较有layer的感觉 现在我换二号 假如修上面旁边的借口的话 你可以try一下 用这个尖的部分 现在我用剪刀来修短了头发 我竖上来 然后这个踩一点点 就大概一剪 剪短它一点就可以 像前面的部分也是要慢慢推上去 剪短它 到了前面的部分 我建议是打切剪 不是打拼剪 因为假如打拼剪的话 就会很像动物头这样 假如是你要往有个 刘海的曲线 我建议你是打切剪 有成组的位置 可op OK 大概是这样子 现在我们用这个牙剪 有牙齿的剪 去剪薄头发 就不用怕,就大概你觉得哪里厚的地方去剪下去吧 可是我建议不要剪到太薄了 就有一点厚度,大概剪薄一点就可以了 假如是后面的话,我自己是会剪一个大概一个Vshape 假如是修后面的那些杂毛的地方,这边后面 最好是有配一个镜子,然后你看你的后面会比较好 然后,我先去洗个头,等下我下个头看成果会怎样 这个是after我剪了头发的成果,我自己试取的还蛮不错一下的 假如你喜欢看什么内容的话,你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知道 还有假如你们喜欢这一集内容的话,你们可以按subscribe,like跟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 看 有,你们在家里有再次影片吗? 好难讲了 好难讲了 好难讲啊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